你看看今天的天氣多漂亮 藍天白雲 今天的氣溫就是零下三度 但是呢 都不是很冷 因為沒有什麼風 間中有些風 是不是很漂亮啊 加拿大這麼冬天 不是經常都這麼灰暗的 今天呢 要出來辦事情 第一站呢 就是這個chopping mall 購物中心 因為很適合你 已經差不多是吃下午飯的時間 所以先在這裡吃一個很簡單的快餐 就是 food club 買的菜 然後呢 再去辦我其他的事 那好吧 現在我就進去吃東西 就拍些video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進來這個chopping center了 那這個購物中心呢 就在Missusaka 是屬於Missusaka第二大的購物中心 但是呢它都只可以叫做中小營 那Missusaka本身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 shopping mall 那這個呢 是全加拿大好像是第二不知是第三大的 就是square one 那就熱鬧過這裡 好多大 大過這裡 好多很多 很多倍了 這個呢 就是Missusaka 剛才說的第二大 人就比較少很多了 但都好的 那你買東西就不用跟別人逼 平時呢 這裡的人流很少的 除了星期五六日之外 或者是有什麼特別的節日 是不是很安靜很安靜很安靜 就是跟香港的商場比起來 真是天冤之別 那沒辦法啦 因為這裡呢 Missusaka人口只有九十萬左右而已 加上它自己本身 已經有一個很大很大的 square one shopping mall 這個 mall 就是比這裡附近 大約開車不到十分到 二十五分鐘的市民用的 最近這十年呢 因為它附近建了很多condo 就是apartment 那遲些呢 還會建多十幾棟的 建完之後呢 就這裡會很旺很旺的了 這裡呢 就是這個 mall的下一層 就是main entrance 大堂 那有個小型的水池 平時這裡呢 就是如果過年過節呢 它就會建很多那些 那些不同的 booth 就是裝修到 譬如聖誕節 啊 復活節啊 情人節啊 那樣過年過節呢 就會建造到 很有過節的氣氛 是否很安靜啊 是否很安靜啊 靜也有個好處 就是它可以呢 慢慢慢慢購物 不用跟別人逼 還有不用排隊給錢 這裏呢 這裏呢 是一角落的 這個 shopping mall 這個 shopping mall 它的設計呢 好像一個八卦那樣的 就是中間是 剛才你見到 圓形大大那個入場 跟著呢 就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每一邊都有一個 一個這樣的 長走廊的 shopping area Potcorn啊 好好吃啊 不過我就是喜歡吃 香港的就是Potcorn 就是 這裡的Potcorn 很多很多種類的 大家明明我所說的八卦 或者是每一個角落呢 它都有每一個 不同的 長廊 好像一個爪型 那樣 豬豬爪那樣 就是有那個 shopping 小的士多仔裡面 那首先呢 就來到這裡的藥房 就買一些東西 但是好事啦 加拿大呢 就很多藥房 跟香港一樣 不過呢 大部分藥房呢 都給人家 兩間 浪電梅 有一間特別大的 啊 那什麼都有的了 啊 又有買了 那些藥擠司 也挺方便的 來這裡呢 就買了中東的燒雞飯 這樣呢 就已經買了我的餐了 剛才給大家見到 就是那些中東的燒雞 這一份就是那個 一個中東的烤雞肉片飯 那你可以呢 就不愛飯 就全部愛沙 不同的沙律 又可以 那你就 又可以愛去薯仔 任你選的 就是 一餐裡面呢 有三樣東西給你選 那這一餐呢 你買汽水 加起來呢 十六個幾個 那這一餐呢 你買汽水 加起來呢 十六個幾個 那大約都是十四五元左右 就連來那個湯啊 和咖啡啊 一個主菜 就便宜過 的 好像現在的食物園 連來我喝東西都十五個幾 但是呢 很多食物園的那些菜 是快餐呢 就不是太多做的 但是你去餐廳呢 怎樣差 就是一個廚師 就算是幫助也是廚師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當然呢 有部分的福光是廚師的 但是呢 一般那些呢 就是 你去學一學 根據它那種方法 那種方法 雖然沒有什麼技巧可言的 但是因為今天我要去辦 很多很多食物 我怕到時候呢 我去哪些地方呢 會沒有 哪些地方給我吃東西 我剛剛又做 剛剛已經是午餐時間 所以我就 沒辦法來這裡 吃這個快餐 那剩下快餐 我就叫它去辦食 這個雞呢 就燒得都很暖的 我整天都去很多 這裏的中東地方 吃它的中東餐 因為呢 過去那十幾年呢 加拿大收了很多 中東的移民呢 多到不得了 現在呢 差不多你會去一個 購物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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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在街上 一定會有這些中東餐 的 烤雞餐 雖然說很簡單的烤雞餐 但不是每一間都做得好的 有些烤得很乾 有些烤得不熟 那所以呢 我去買之前呢 我都會去看 那些餐廳 一定要有那個爐 給我看著它 那我看一下它 烤得如何 那我才買的 這一間呢 就OK 不過不失的 六十兩分 沙律呢 就 今天的沙律 就不是那麼完美 但是OK 都是新鮮的 但是沒有說 你去其他那些 希臘餐廳啊 或者是那些外國餐廳 那麼新鮮 不是差的 但是 就是有些比它更好 好了 給大家看清楚一點 都幾大份下的 如果你不是大吃的話 但是 但是好像我所說 如果你去任何一間餐廳 Lunch Hour 它呢 有五百元 Special 有湯 有咖啡 有 都是 電買消費 也十四五元 就看你去哪一間餐廳 那當然 如果你去名貴的那些 就差不多 十分左右 或者二十兩元 就看你懂得的 菜式 是不是 但是怎樣都我覺得 品質 和 價錢都會比 Foodcorn 就算不好了 好像這個十六多元 我隨時在這裡 任何一個餐廳 和Lunch Hour 都買到 因為今天我去的地方 是沒辦法有的 所以就買這個吧 為什麼我不介意來這個Foodcorn 吃呢 因為這個Foodcorn 很大 很舒服 坐在那裡 很乾淨 很開朗 你看看 很大很大 一個落地的玻璃 有些像我們以前 幾十年前 在香港尖沙咀的 麗晶酒店 那些 落地大玻璃 茶座 那裡 是不是很舒服 外面多漂亮 南天白雲 很高很高很高的 天花板 所以坐在那裡 吃東西是很舒服的 因此 我來這裡 吃個Foodcorn 因為我等一下要去的地方 好像剛才所說 我怕是沒有地方吃東西 那既然來到這裡 天氣這麼好 就來這裡吃東西 是不是不錯 是不是很舒服 這裡 所以比貴一點點都可以 為什麼我經常去吃中東東西呢 我想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在差不多每一個地方你都會走過 每一個街口都有一間的了 另外呢 那些燒雞呢 OK啦 一個人吃 有時候你去吃中國東西很麻煩的 你叫一個菜又不夠味道 叫兩個菜又不夠人 叫三個菜 就肯定吃不完 浪費了 所以一般來說 我會大部分去吃那餐的 另外呢 我為什麼會喜歡它呢 我很喜歡吃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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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蓉醬 拌在雞那裡 很好吃的 我很喜歡吃 說不定 其中一個原因 為什麼我經常去吃這些中東菜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今天選到一個是飯的 我沒有愛它那個 沙律 應該就是吃沙律的 說實話 是有營養健康的 但是因為呢 我差不多有十天都沒吃過飯了 那呢 今天既然要出來走很多地方 那應該沒問題 吃一點點飯 而且這個飯呢 不是白飯 是一隻好像那些 啊 醋米的飯呢 所以應該呢 不會那麼多糖分 希望吧 但無論如何 我今天呢 都會去很多地方 那走的地方 一定會消耗了很多的calorie 這一餐 不過不失啦 六十多分 這個沙律呢 這個調味料呢 沙律醬成呢 挺好吃的 有點甜 感覺上呢 就有點像那個希臘沙律的 但是呢 是有點不同的 這個比較更加甜一點 那好像我所說呢 這個沙律呢 不是百分之百很新鮮的 我想它是有七十多到八十分的新鮮 比特的數量比較少 通常一般呢 就算你去Food Court呢 那些沙律就給你很多 首先大家都看到我拍到外面的窗外 很漂亮的風景 現在還是冬天來的 不過呢 春天大約有三個禮拜就到了 下個禮拜呢 已經是 差不多每天都是一度 你不要說了 我們加拿大那個 這個土葛鼠呢 它一月份的時候 一月份的時候呢 就出來預測呢 就說是 根本會有個很早到來春天 真的很準的 它每年都這麼準的 是加拿大的傳統來的 一隻巨型的老鼠仔 真的很準的 很準的 在每一個省都有自己的 就是關學的土葛鼠 是吧 那我們 我們 奧塔利亞呢 就出了一隻 這年 就是在維爾頓的 是一個旅遊式地 來的 那你會去呢 看一下他們呢 每年有一個 認請土葛鼠先生出來呢 就專讀 看下今年的春天 是早到 還是遲到 很準的 很準的 很出名的 很有趣的 一隻土葛鼠 慢慢慢慢慢慢這樣吃呢 都差不多吃完了 哇 它給了很多飯啊 大哥 不過呢 吃這個燒雞的不好呢 那些雞肉呢 它不會給你太多 那你吃到差不多 已經沒有了 今天的天石是不是很漂亮啊 那你有沒有看到 是我 有一個人 剛剛起床 他剛剛在那裡 吃了一些 伊斯蘭餃的飲料 好像我所說 加拿大在過去十幾年 收了很多 伊斯蘭餃的飲料 所以在每一個大城市 一定會有很多 伊斯蘭餃的飲料 還有很多 伊斯蘭食物店 那我希望 我們香港人 的意想法 快點來遇到加拿大 只要你去大城市 尤其是伊斯蘭餃多 包你找到工的 如果你不是很 就是很 很困難 或者很困難 那當然 如果是在香港的打工王帝 一個月找幾十萬 到一百萬的 那來加拿大 就很難找到這種 同一類約工的 那我講 如果你是普通一般的 市民 如果不喜歡 做服務業 工廠業 移動業 那一定可以找到工的 而且那個公司 都不會差過香港 比香港很高 那當然 如果是那些 不自由的人 那根本就沒有需要 你快點來 這個就是這個 Food Court 那我準備拍一拍它的 全貌給大家看一下 很大的 很舒服的 天氣挺美的 所以我便 願意來這裏 Food Court 吃這個餐 因為很多舊式的Food Court 它是在地下的 Basement 那個層面 就比較低一點 我不是那麼喜歡 而且這些 很舒服 我便喜歡 好了 我終於吃完了 好像剛才所說 不過不實 沒有什麼驚喜 那我就要現在去 另外一個地方辦事情 我已經吃完我的午餐 OK 沒有什麼驚喜 平平穩穩 我希望大家喜歡 我今天為你拍這個視頻 如果可以的話 按LIKE 訂閱 好 祝大家順便健康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大家看看天氣 多漂亮 現在仍然是冬天 來的 不過呢 就開始 就沒有這麼冷了 就沒有下雪了 是否好漂亮 加拿大的天氣 真的是景色如人 所以如果大家想移民 我覺得呢 多倫多應該是首選來的 溫哥華都非常好 有山有水 又靠海 又可以吃到很多海鮮 溫哥華 我覺得有點比較悶 除非你喜歡外面的活動 還有呢 那個地方的屋價是很貴的 多倫多現在都升到很貴的 有些人說 比溫哥華還貴 是不是很漂亮很漂亮啊 謝謝大家